哈囉 大家好 我是查理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是全臉的開架彩妝上臉 然後今天使用的開架呢 有一些是我已經很喜歡用的了 然後有一些是比較新的產品 所以今天也會一起試用給大家看 那首先我現在的臉就是洗完臉 然後擦了化妝水做臉很癢 因為都是貓毛 好 那我現在就是上 防曬之前我會先上個保養 因為我的臉是比較乾的那一種 然後我上了這個保養呢 就是Innistree的這個什麼什麼精華 海洋什麼精華的 然後你看 就是它又只是在這樣子 我用完這樣子 就是我很喜歡它是因為它雖然是精華 可是它就是那種保濕乳液的質地 擦起來非常的清爽 然後味道也很清香啊 它就是一個很舒服的保濕乳液 然後因為我臉比較乾的關係 所以上妝前我都會習慣用這個乳液 不然那個妝會不貼 然後乳液擦好以後呢 稍微等它吸收一下就可以直接擦防曬 那我今天要擦的防曬呢 是這一個美白防曬霜 這個是小精靈的限定版 我承認我是因為它的包裝很可愛 才會想要用它 它本來的包裝我完全不會想要用 可是這個小精靈就是我同年的回憶 所以就覺得超可愛 然後我只借我高中同學 我高中同學它都會用這個 然後我自己好像只有用過一次就沒有什麼印象 可是我後來就因為包裝很可愛 就繼續拿它出來用 好你看我的臉呢全臉上的這一款美白的防曬霜 它的優點呢就是它可以提亮你的膚色 就我剛剛的臉是比較蠟黃暗沉 可是擦上去以後就 哇整個臉是不是變得比較 就是比較白一點 雖然臉上有什麼黑眼圈還是在 可是整個臉就是膚色齊亮 所以我覺得它有點像素顏霜 那我覺得它最大的優點應該就是很便宜吧 因為它這樣子一條才兩百塊 然後可能加上打個八五折啊 才一百多塊而已 就是非常的便宜 那接下來呢我要來上遮瑕 巴黎拉雅新出的遮瑕膏 這遮瑕膏呢就是在上妝之前先跟你們說 我自己並沒有特別喜歡這個遮瑕膏 為什麼我說我並沒有特別喜歡這個遮瑕膏 是因為就是這個遮瑕膏啊 它是屬於自然水潤型的 就如果你是想要找一個比較保濕的遮瑕膏的話呢 是可以選它的 可是對我來說呢 它雖然保濕 可是它遮瑕力對我來說 我覺得不夠高 就它的遮瑕力我覺得大概就七八成左右 所以我覺得甚至已經有點太水潤到 我覺得有點像粉底液了 所以我並沒有特別的推薦它 只是它保濕和貼妝水潤的效果是蠻不錯的 只是你看比如說我這個痘痘 就它痘疤呢我覺得遮不太住 因為它真的是太水潤 遮瑕力不夠強 就我用其他的遮瑕膏 我痘痘是蠻可以遮住的 可是這個就有點遮不太住了 痘疤 好你看可是我的黑眼圈 因為我黑眼圈並沒有很重 所以我的黑眼圈呢的確有被修飾到 而且通常眼周會比較乾 然後它很保濕的關係 所以是擦眼周是不會有乾紋的 這個是蠻OK的 只是就是遮瑕力不夠高 那接下來呢我的臉要開始上粉餅了 因為通常我夏天都會上粉餅 因為夏天就是很熱 然後上粉底液很容易脫妝或長痘痘什麼的 然後我現在要擦的有兩款粉餅 我一臉要擦這一個VA的粉餅 然後另一臉要擦這一個FITME的粉餅來PK一下 然後我用的上妝工具呢就是這一個 這個是那個資深堂國際貴的 它可以拿來刷那個粉類也可以拿來刷粉底液 就是蠻好用的 那我先來上這一邊的臉 然後這一個是ZEGA也是他們 就是寄給我的那種新的限定的包裝 欸我真的因為這個包裝而喜歡它 因為一般的粉餅不是都這樣嗎 就是長長的 可是我比較喜歡這樣 就是比較節省空間啊 因為現在包包都超小 可能這個就可以裝得下那個超小的包包 所以我因為這個包裝還蠻喜歡它的 所以我還是會贖的 我還是會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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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的pflicht 你喜歡我的獎 我還是會贖的 好 那我現在呢 這邊的臉是FIT ME 然後這一邊的臉是ZA的粉餅 我來比較一下 遮瑕力的話呢 FIT ME比較高 你可以看到我這邊幾乎就是蠻無瑕的 而且更加的霧面 可是這邊其實你還是可以看到有沒有 我黑眼圈還是看得到 可是這邊的ZA是比較光澤 這比較有光澤 然後這比較無瑕霧面 然後持妝力的話呢 也是FIT ME勝出 因為我有一次就是三十幾度 就是三四度左右吧 然後就出去就很熱 然後出門以後呢就是擦FIT ME回家 哇靠就是整個 就是脫妝脫到不行 因為它這一款呢 強調的是保濕 就是如果你的臉很乾啊 怕上粉餅會有那個乾粉乾紋的話 就可以選ZA的 可是它在這種大熱天的時候 你的臉還是會出油出的蠻嚴重 所以如果是夏天想要遮瑕 然後持妝一點的話就是選FIT ME 可是FIT ME這款 我在大熱天出門也是會 就是出油什麼的 所以就是這一款呢還是你要補妝的 它沒有辦法出門一整天還是很完美這樣 就是它還是需要補妝 它還是會出油脫一點點妝 可是它就是很無瑕 你看 而且它也是上臉沒有粉感 這個真的是蠻不錯的 然後ZA就是比較保濕 然後比較自然 也是沒有粉感的 粉不會很粗 就是這兩個呢你們可以自己選 自己適合哪一個 那接下來呢我要來上眉毛 眉毛的話呢我也是一邊的眉毛換上一個 等一下要用這一邊的話是Maybelline的眉筆 然後另外一邊這一個呢 是那個I am Mimi的 那個他們家新出的眉筆 這個呢是我第一次使用 因為他們好像7月才會上市 然後這個是我昨天才收到 所以我今天忍不住很好奇的 想要來用用看 它的特點呢除了它是這種 平平扁扁的斜角刷以外 你看它是扁平的 它裡面是有加眉蠟的 所以因為有眉蠟的關係 你畫起來會覺得有點卡卡的 因為像一般的眉筆就是眉粉 所以就只是像在 就用鉛筆啊蠟筆畫 可是這個就是因為有蠟所以會卡 然後有蠟也是有它的好處 就是如果你的眉毛比較多的人 就畫起來會很漂亮 因為眉蠟可以讓你的 就是眉毛就是變得更加的 你知道毛流更漂亮更立體 所以這一支呢 Maybelline這一支我推薦給 你本身眉毛已經很多 只是你想要就是讓你的眉型看起來更漂亮啊 想要填補空隙的 這就很推薦 可是如果你是眉毛很少的 我就不推薦 因為像我的眉尾是沒有眉毛的 我的眉尾全部都要靠眉筆畫 然後用這一支畫的時候就會 因為它是蠟 它蠟會有一點不均勻 你知道它沒有辦法像眉粉那麼均勻 所以它就會有的地方是特別黑 有的地方又不夠黑 所以這一支呢 我只推薦給 你的眉毛本身已經很多的人使用 那接下來呢 要來推薦 我最近非常喜歡的這個 這一個呢 是一個日本的牌子 LB 然後這個眼線膠柄呢 它們叫有很多顏色 然後我最推薦黑色的 因為我用了其他顏色 可是有黑色最棒 然後它是這種可以轉出來 然後又有轉回去的 這一支眼線膠柄為什麼我會這麼推薦 它是因為它畫起來非常的滑順 它畫起來很滑順 而且筆心很軟 然後另外呢 它會不會暈呢 這一支呢 我覺得它也是很奇怪 因為我本身是屬於 不管用什麼眼線膠柄都會暈的人 然後這一支它有時候會暈 有時候不暈 可是因為 它的筆心很滑順的關係 所以我還是最愛用它 就是它暈的程度不會到很誇張 所以 我還是可以接受的 我還是很愛的 就是我沒有用過 我不會暈的眼線膠柄 我不知道是我的 眼睛的問題 還是技術的問題 就是怎麼用都怎麼暈 好的你看畫完以後 是不是眼睛變得很有聲 然後呢 我想要順便畫一下染眉膏 這一支呢 我也是因為長鮮才用它的 我平常最愛的開架染眉膏 是Excel的 可是也是有一點點 不便宜 可是Excel的染眉膏很 真的沒有什麼缺點 然後這一支 Integrate的染眉膏呢 就是長鮮 我先畫畫看 結果如何 好 兩個眉毛的顏色變得一樣 然後毛流感也 滿明顯的 還不錯 好 那現在要用的睫毛膏 是Integrate的睫毛膏 這一支呢 真的是 我覺得開架千兩名好用的 超好用 你看它的刷子是這一種 就是它是梳子狀的 比較特別呢 它是上面有梳子 下面也有梳子 你看 超級無敵根根分明的睫毛 這一支我超推 就是它非常的根根分明 而且非常的捲翹 而且也不會暈 所以這個呢 應該是我開架千兩名愛用的 第一名就是1028吧 第二名就是它 就是看心情 這一支比1028更不容易糾結 跟長髒狼腳 那接下來呢 要畫眼影 眼影呢 我最近很喜歡用的是這一盤 可是這一盤呢 我只 我雖然很大盤 可是我比較常用的 就只有兩個顏色 就用兩個顏色呢 就可以畫出很美的 而且又很簡單的耶 而且又很簡單的耶 而且都進手 我只看到它的顏色 如果幫你打算 連絃頭 你打算在我 一打算在我 看到我 三千塊 我怎麼會看 只有一個 我會看 然後我說 它就是腮紅PW41 是一個可愛的蜜桃色 我覺得它有一點像是杏粉色的感覺 然後我是喜歡刷在眼下這一款 因為刷眼下這一塊看起來會比較可愛一點 看起來會比較多的 看起來會比較多的 我我沒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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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什麼 那最後剩下唇膏的部分有兩個 我真的非常的難以割捨 所以兩個都會上給你們看 一個是我在薄牙買的 這個是I am Mimi 然後色號是006 只是它一個缺點就是你看 它會我放在薄薄裡面 它會一直不小心壓到 然後就已經突出來 可是它的顏色真的很美 擦給你們看 好的 那這個就是 I am Mimi 是這樣唸 我不知道到底是唸咪咪還是妹妹 I am Mimi的006這個顏色 它的顏色就是很美 就是焦糖土橘色嗎 然後其實你們可以看到我剛剛 只有擦一層的時候顏色也很好看 可是我擦第二層 就是顏色又更飽和 以後看起來就變得是比較 有個性的顏色 然後它的除了顏色很美這個優點呢 還有一個就是它是濕絨霧面質地的 然後它完全不會乾 因為一般的霧面都會覺得 嘴巴很緊很不舒服 可是這個擦起來就是你的嘴巴是覺得很舒服 就是 怎麼說呢完全不會有那種變成酸霧嘴的感覺 所以這個是我很愛的一點 就是它完全不會乾 質地就是很濕絨 然後又很舒服的質地 它還有另外一個缺點 缺點就是它的這個丫頭呢 真的很難控制 就是比如說有時候一直狂壓 一直壓壓壓壓壓壓 然後它又一直出不來 然後它可能過了五分鐘 然後它就會出來了 不過就是它的丫頭真的是很難預料的一個丫頭 就是一下有一下又沒有 另外一個這個也是IM mini 只是是新的 然後新的它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這一支它更加的持久 因為像我現在嘴巴上這支它東西 持一持差不多就會掉 可是這一支它的持久度 就是你吃完東西以後呢 嘴巴還是會有一點點的顏色 然後這一支的顏色是比較 就是蜜桃烏龍 好的那這就是這一支 006這個色號擦起來以後的樣子 它沒有像螢幕看起來 螢幕看起來就是很橘紅 可是它其實不是 它的有點色差 可能相機拍起來有色差吧 這一支如果你們去那個什麼 屈城之路保雅可以試試看 那這就是今天的影片 希望你們會喜歡 然後你們也可以留言跟我說 下一支影片想要看什麼 因為我現在目前心裡有兩個 想要拍的只是我不知道哪一個 會比較多人想要看 一個是眼鏡妝容 就是很簡單的 可能你平常啊 要出門要戴眼鏡的那種妝容 然後另一個呢 就是我的愛用品的分享 你們可以留言跟我說 然後我會看哪一個 比較多人想要看 我會可能會先拍這樣子 然後最後呢 跟你們分享這個 我最近很愛 我最近非常的沈迷於耳寇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耳骨寇 還是什麼耳骨夾嗎 就是這一種 你看 就我覺得它戴的色超好看 就是它是那個鑽石的 看起來很像鑽石 然後我現在耳朵上戴的這個 它是假的 它其實是 就是戴在耳洞上的 可是你可以把它這樣戴著 就很像是你 就是耳骨上 有什麼 就是這種耳環 就我自己最近非常喜歡 這種 我很想要戴滿一整排 可是還沒有找到喜歡的 好啦那就是今天的影片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